您看看这条红黄鱼 已经比我脸还长了 比我脑袋还长了 为什么只有一斤斤斗 我把它直接啊 咱们当着面 咱们给它开膛破肚 也学好了 回去之后怎么处理 怎么收下 来 开膛破肚之后 见证奇异的时候 那一般的黄鱼 黄黄鱼啊 它开膛破肚之后 它里边会有什么 里边会有大块的冰毒 看看我们的红鱼 看看它内脏 其实是很少的 剩下的都是什么 非常肥美的 看是什么 这鱼我跟您说 您上哪去找这种漂亮的鱼 这两条 这两条是什么 来 黄鱼籽 来 这个千万别蒸 千万别蒸 这个吃的时候 蒸也行 烧也行 两条非常漂亮的黄鱼籽 来 看一下 都会有吗 都会有 漂亮 它是比外一样干净 您看看它剩下的内脏是多少 这内脏少得可怜 看 就这点内脏 欺人不欺人 这一条我们也把它开了 它这边只是去了 这条鱼啊 由于咱们折腾它一天了 来 鱼籽可能已经被我给捏破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被我给捏破了 对 这次我挂了一天给大家展示的红鱼 来 看看里边的鱼籽 看看这条的鱼籽 里边站的是什么 里边站的都是真材实料 就这鱼籽您上哪去找 这不是水质好是吗 当然了 而且 它生活条件好 咱们再看看 它的内脏 哎呀 这又是手的可怜 这需要送礼的 这个礼盒 绝对有面子拿出去 来 您看看 礼盒装里边有几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来 四条 来 四条